交通管理局自2月开始 已把部分路段改造成为人行道或脚踏车道 以提倡减少用车 试行改造的乌兰海军部村庄马路和和乐路 已经开放给公众使用 记者吴良响报道 和乐路这排停车位 两个多星期前一架起路障 还漆上人行标记 扩大了人行道 可是却乏人问津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完整 好像正在施工 所以觉得好像还没有安全 但是如果它做得好起来 我觉得肯定会用 很多车要卸货的 还是停在那个围廊外面 那么导致那个马路上 特别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会更加窄 收访蔡依甸说 少了停车位的便利 生意受影响 生意少了30到40% 因为讲真 没有人 因为没有cup up了 如果他真的要做 protection walk 他的job off point 可能多一点 而不是在cup up后面 另外 实行改造成 行人专用空间 和巴士 中用道的乌兰环路 改变了居民的出行习惯 和生活作息 开始有一点居民 在这里做一些 运动之类的东西 要散步的比较多吧 比较那些中年级的 在这里傍晚的时间 不过有居民认为 巴士专用道指示牌的放置 有待改进 因为常有私家车误闯巴士道 有机车 有机车 有的赶去做工 他们就走快快 连车又刹进去 从角落这样刹进去 陆陆交通管理局表示 会先征询公众的意见 并获得支持后 才决定是否要展开 永久性的改造工程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